中国大陆的官方现在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 由润泰集团转投资的电动巴士厂商F立凯 渴望直接社会 6月份的营收缴出了连续两个月 都是双位数成长的表现 立凯是预期未来三年将会是电动巴士的成长关键年 以雄伟中立 寂静垂直的大理沿峡谷文明的泰鲁阁国家公园 还有海天一线的七星台美景 花莲县政府积极打造低碳生活 更与电动巴士大厂F立凯签订合作备忘录 使用高达百辆电动公车 保住这好山好水也为F立凯业绩载田动能 未来我相信内政部也好 或者是花莲县政府也好 也准备大量的使用电动巴士 与龙华汽车董事长张根发签约 推动电动巴士 张顺时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就连大陆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韩东炎也特别到场 好消息不止如此 大陆官方宣布三年内泰换新公务车 其中能源汽车不得少于三成 并将逐年提高 可望为相关业者带来上千亿商机 今年是整个中国大陆第一年更大的力度来推动电动巴士 两千亿电动巴士就能够带动32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经济贡献 能够为当地政府创造5.4亿的税收 依照这样模式发展下去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未来三五年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喊出未来三年将是电动巴士成长关键年 其实从F立凯财报就能看出端倪 六月受惠大陆新能源车补贴政策 加上电池粉出货益柱下 合并营收达到5700万 跃增13.2% 协下连续两个月营收双位数成长的超水准表现 富士学卢关宇台北报